205章 意外发现 想到这里 墨天歌都有些绝望 难道只能等着任玉芬自己修炼出了岔阻吗 这又要得何年何月 好半天 新一长老终于出生 我们去第七层 听得此话 轻妙长老吃了一惊 世界 新一长老挥了挥手 阻止他接下来的话 满脸的疲惫 没办法了 现在必选格 灯筒灭派 除了去第七层 还有什么办法 新妙长老黯然无语 新一长老抬起头 目光扫过几个小背 夏青 你照顾浩兰 圣儿 叶小友 你们随我们走 唐圣正坐在角落发呆 听得此话 抬起头来 却是神游太虚的模样 新妙长老皱了皱了皱眉 喝道 圣儿 你高祖魔已死 你这副模样 要叫他死不瞑目吗 唐圣脸色一白 咬了咬牙 低声道 两位长老 我明白了 新妙长老点点头 与新一长老二人带着两个小背 踏上了传颂帐 四五二层与三层并无差别 只有修炼之物 想来三位长老平日也是各居一层 到了第六层 莫天歌看到 上面只有一个硕大的传颂帐 却是不成北斗七星的模样 经过最后一个传颂帐 终于到了第七层 这一层却比其他数层都要小 周围都是密密麻麻的架子 上面摆着各种玉检书籍 发漆发宝 而中央却是香炉玉岸 共奉着两人搬高的玉纸塑像 莫天歌抬头 看到这玉象的脸 瞬间脸色大变 这第七层 存放着我必选个几千年来的基草 也共奉着我们创派祖师 碧水援军 叶小勇 你怎么了 正向他们介绍 这件莫天歌如遭了一击一般 振振地站在那里 望着碧水援军的雕像 轻易长老 促起了眉头 若不是如今碧轩阁等同灭派 他们无人可用 断不会让非本文弟子进第七层 可这位叶小游的反应 是怎么回事 莫天歌终于回过神 却是急切地问道 两位长老 敢欧贵派创派祖师 姓声明谁 轻易和轻妙二人对看一眼 望着他的目光出卖疑惑 叶小游这话是什么意思 莫天歌咬了咬成 再次抬头看着这雕像 这模样分明是他三十多年前 曾经见过的 刻在脑海里 无法忘记的莫瑶青的形象 他曾未想过 碧水援军会是莫瑶青 因为他打听到的消息 碧轩阁立于差不多一万年前 而紫薇散人说 他与忠慕林是同时期的修士 他大约是五千年前作画的 算上寿元 临多是七千年前的修士 莫瑶青自然也是同时期的修士 但时间对不上 可眼前这雕像 分明是莫瑶青的形象 当年他触发莫瑶青留下的禁止 莫瑶青将除了妇女爵 还将自己的大致生平 强行刻在他的实海之中 所以他绝对不会认错 同样是女修 同样是元一气 有一个跟莫瑶青 长得一模一样的元一女修 生活在一万年前 莫瑶青哥绝对不相信 会有这么凑巧的事 两位长老 桂门派不是建立于一万年前吧 创派祖师 是否姓莫 名妖青 今夜轻妙二人听得此话 脸色大变 二人对看一眼 轻易长老说道 不错 我必宣格建立于大约六千年前 所谓一万年 是因为年生日久 万人早就不记得了 岳小勇 你如何得知 我创派祖师的姓名 这世上 居然有这么巧的事 莫天歌露出苦笑 莫瑶青从云中而来 说不定他到达天极 首先的落脚点 便是灵海 他身具缠银体质 被人算计 心中自然深恨那些家女子 当作卢顶的修士 恐怕也是因为如此 才建立着碧轩阁 我 本姓莫 名天歌 他慢慢说道 我出身俗世 一个叫做莫家村的地方 我们莫家的子仙 名叫莫妖青 秦义轻妙而来 一下真大眼 定定地看着他 莫天歌苦笑 我的功法 正是传承则 这位子仙 秦义长老望着他 慢慢说道 宿女绝 不错 莫天歌叹道 我幼年之时 触发祖先留在祠堂里的禁止 得到宿女绝 才得以踏入先路 这么说 叶小有身具 传音体质 奇妙积极问道 莫天歌点点头 望着莫妖青的雕像 感慨万千 没想到 几十年后 我居然正好来到林海 他准确地说出 莫妖青的名字 又深具素女绝 两位长老 也是初步相信了 只是 居然如此凑巧 令他们觉得难以置信 叶小有 可不让我查看一下你的资质 说都说了 没什么好隐瞒 莫天歌伸出手 七爷长老搭上他的经脉 脸色越来越凝重 然后是清妙长老 两人查看完毕 都是无语 陈阴体质 陈阴体质 祖师尘下妇女节 我必宣格几千年始终没有收到陈阴体质女秀 今日竟遇到祖师的后人 轻易长老派来一声 望着莫天歌 也许 这是秘书 我们毕宣格 面临灭派 师祖 却后继有人了 之所以将陈阴体质这个秘密说出口 莫天歌有自己的考虑 第一 毕宣格是女凶门派 唐内六人 只有唐圣是男子 观唐圣言行 实在难堪大人 若是清妙长老 倒有可能为唐圣着想 可轻易轻妙二位长老 没有理由逼迫他 第二 他们六个被困得到他 如今是一根神上的诈码 轻易轻妙 没有必要害他 第三 修仙界的修士们虽然自立 可做门修士 对于畅派祖师 却是非常尊敬的 看在莫瑶卿的份上 他们也不会怎样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他自己只得到莫瑶卿的一部宿女诀 并没有得到其他秘书 如果毕宣格是莫瑶卿建立的门派 那么很有可能 莫瑶卿最后作坏于此 基层秘书已留在此处 其以轻妙二人将他与唐圣换上来的目的 他已猜到 必是需要帮手 如此得知他是创派师祖的后人 还有祖式的特殊体质 很有可能把祖式的一些秘书缠给他 外面强敌在侧 他太是要加强自己的实力了 他赌对了 得知他是莫瑶卿的后人 确定他同样有成因体质 轻易轻妙而为长老 给了他一枚据说记载了 莫瑶卿一些独门秘书的预见 为此轻易长老感叹道 可惜啊 你并非我必宣格弟子 不然的话 莫天歌只是笑笑 没有搭枪 要他留在毕轩阁 那是不可能的 即使毕轩阁的创派祖师 是莫家祖先 他也不可能为了毕轩阁 而离开玄清门 对于门派掌权之类的 他没有半点兴趣 他的目的就是得到成仙 不过 到底毕轩阁与他存在这样的渊源 将来若是有所成就 丈夫一二也无不可 接下来的时间 轻易轻妙二位长老除了疗伤 便是教授唐圣一些法术 再指点他如何疗伤 原来死气唯一怕的就是火 所以他们只能慢慢的用丹田蒸火 将这吞噬化解 可住基修士的丹田蒸火 还弱得很 温宇芬的死气又相当厉害 最起码要花费十几年 他才能将这些死气化解 轻易轻妙二位长老 伤势更重 根本帮不了他 莫天哥自己倒不着急 他本就是忍得下寂寞的性子 又年纪还轻 完全耗得起 见他如此镇定 轻易轻妙 看他多了一份机赏 只是心中更加可惜 莫天哥早有门派 不能离开选亲门 加入碧轩阁 不过莫天哥总觉得 知道了他的秘密后 两位长老和唐胜 看他的眼神很奇怪 两位长老也就罢了 唐胜的目光 总让他觉得有些暧昧 难道唐胜对他起了什么心思 这不是不可能 疼爱他的高祖母 惨遭分尸 其他的亲人 可是没有一点消息 他想报仇 把主意打到他身上 也有可能 但是 以他那么柔弱的个性 莫天哥并不将他看在眼里 没等他将这疑惑问出口 二位长老先找上了他 两位前辈 踏上四楼 莫天哥换倒 如今三楼是他们四个小 被疗伤修炼的地方 两位长老需要亲近 就在四楼疗伤 看到他上来 轻易轻妙都露出笑容 天哥 快来坐 得知了他的身世 他们二人带他亲近了许多 如今都换他名字 莫天哥 低了低头 还了一礼 捡了两人对面的小椅子坐下 这些天 你的伤势如何 轻易长老先问 莫天哥平静答道 还是老样子 这些死气 着实厉害 我如今 只能慢慢将这炼花 这个情况两位长老心里当然清楚 他们只是要找个话题入题罢了 两人对看一眼 然是有轻易长老开口 有一件事 我们二人想了许久 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 轻易长老缓缓说道 老实说 在你谈言生死之前 我们也没想到 会有这么巧的事 看到两位长老慎重的神色 莫天哥一脸色凝重起来 前辈有话请直言 可是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不 奇妙长老脸上带着感叹 恰恰相反 极好 莫天哥 凑了凑眉 不解 轻易长老笑笑 算了 与你直言吧 想必你也发现了 得知你是纯阴体质 我们两人不仅很惊讶 其实 原因很简单 我们虽没见过纯阴体质 却见过纯阳体质 莫天哥一惊 立刻想到唐圣这数日的言行 沉下里来 静妙长老见他如此表情 笑道 看来你已经猜出来了 不错 圣儿那孩子之所以受亲戚师妹 万般宠爱 满足女弟子 由各个为他争分吃醋 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原来如此 哪怕碧轩阁是女修门派 哪怕领海高阶难修不多 没道理逃生这样一个性子弱的 一堂糊涂的难修 会如此受欢迎 原来 这才是真正的理由 等级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